专华县政府积极推动老人社会福利 协助各乡镇成立社区关怀据点 14日成立第325个据点 田中镇太平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县长王惠美前往正牌庆贺 今天是我们关怀据点第325点的一个街牌 那地点就在我们田中的我们的太平社区 那在这边还是再次的谢谢理事长 跟地方师生大家的一个用心 让我们能够逐一的让长辈走出来 中部在这里要做一些玉米娃娃 那最主要透过我们长辈的巧手 那长辈也利用这样的一个座 然后带动他的一个刺激 让他能够延缓老化 这就是我们在做关怀据点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所在 感谢我们的团长也有认真地推行这种据点 感觉大家有一个成绩很好 其实高龄化不是坏事是好事 但是要如何让他来做一些他们喜欢做 愿意做而且做起来快乐 而且也让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地方能够这些老宝贝 给他们的经验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温暖 更加的幸福 而且长辈们他们也过得快乐 这是值得推动的 彰化县政府积极推动老人社会福利 持续建制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至今已完成设置325个据点 未来会继续朝每个村里 都有一个社区关怀据点的目标迈进 让长辈更加健康快乐 活得更有尊严 公益频道黄世亭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